佛所说无量无边的经典 全部是清静心里自然流露出来的 我们心清静了 跟佛心是一样的 一切经典就像从我们自信里流露出来的一样 怎么会不懂 怎么会不明了呢 所以古人讲 一经通一切经通 老法师说过这样一段话 一经通 就是死心塌地学一部经 我今天在全世界讲经 就讲这部无量寿经 其余的经我都不讲了 为什么 其余的都是二流三流四流的 我今天讲一流的 过去讲很多经是因为没有发现 不识货 没找到 现在找到了 才晓得连华言法华都是二流的 其他三流四流的 我不要了 此经确实是诸佛如来自度画他的第一经 这段话 你听懂了吗 你听懂了你就会体会到 你学习这部经典 就是诸真实会 你所得到的 是真实之力 圆满 直接 究竟的利益 你就会感觉到了 一抄直入 最极圆钝 这八个字的含义 极深极广 我们要仔细体会 才能得到真正的受用 一抄 不但是抄 还是直入 不拐弯的 华言 法华 都拐弯 唯独这个法门 是直接进去的 这是一切诸佛 成佛的 不二法门 当然 也是我们成佛的 不二法门 老法师 曾经说过 第一等人 就念一部经 这是上上根人 一切诸佛 都向他致敬 因为太难得了 一生念一部经 既是专经 第二等人 念两三部经 第三等人 念五六部经 念的越多 等级 越往下降 老法师 这样劝导大家 如果 你是第一等人 一生就受持一部经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若是第二等人 就劝你受持 净土五经 若是三等人 再加上净土食药 印光大师 文超 如果 还觉得不够 那我就不说了 因为你这一生 不一定能往生 老法师还说 如果 我教你们 再走我 从前的老路 我对不起你们 将来 你要是真正觉悟了 会骂我 会觉得我太可恶 明明有一条近路 不教你 还教你走 好多余悔路 你会恨透我 是我对不起你 就像一切诸佛 把成佛的路子找到了 他今天告诉我们 我们要是立刻就接受 诸佛菩萨 都佩服我们的善根 福德 因缘 太好 他要用无量节 我们却不费功夫 立刻就有成就 成果 立刻就跟他相等 佛菩萨也佩服 的确是不可思议 老法师慈悲至极 老人家 把话都说到家了 我们要是再也听不懂 仍然无动意中 那可真的是一产题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也只能忘君 生叹了 正是讲经之前 和大家 说了这么多废话 真是有点于心不忍 有同学可能会说 老师 既然你知道是废话 怎么还说呢 哎 不得以为之吧 说真话 人家不信呢 那怎么办 先用这些废话 垫垫底 开开路 为后面的真话 铺平道路 扫清障碍 希望第二次赴讲 无量寿经 圆满之后 能有更多的同修 开悟 正果 吉手吉送 送给大家 慈父换娇儿 认准自家门 回家有境路 切莫绕弯行 无量寿经 第一经 诸位同修要记清 莫罚九千度众生 靠的就是罪不经 你的因缘很殊胜 今生遇到罪不经 切切珍惜莫错过 今生一定去极乐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